那个合并的部分开始讲 合并的部分我们是用DIR 本来第一个方法是用那个DIR 就是自己要手动一下 然后必须要在根木屋底下自己去打指令 自己产生这样才OK 那变成这边要有个DIR 那你点这边一下打个CMD 一样要跳出来 那你要输入指令 指令部分的话就是直接从这边输入那个DIR 斜线那一串 那可是你想说 有没有办法用Python直接丢指令到这边 在背后执行就OK了 其实特别注意 Python也有支援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以后你在DOS底下能做的事情 其实在Python背后也可以执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 不想直接从这边输入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刚刚的东西 我们刚刚是在这边直接打什么DIR 这一串然后把它什么DIR 然后斜线B 然后输出到DIR这个档案 点TSD自己打一下 那这一串的话其实你可以 可以直接在Python用呼叫的 不用在这边你不用打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打在Python里面 输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第二种自动的方法 就是你可能还是需要 input的东西 一样用input input那个OS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input部分的话还是OS OS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OS点什么System SYS System 在这里 后面有个坎面有没有 那这个坎面呢 就是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你要打在 那个刚刚DOS底下的东西 有没有就是DIR 有没有那一串 所以你把刚刚这一串 这一串东西怎么样 直接就把它打在 这个System 下方 他就自动 等于就是帮你开起来执行的 应该懂的意思吧 所以你会发现 OS点System 非常好用 以后只要是那个DOS底下 能够run的 其实全部都可以在这边执行 包含什么呢 你要外户执行某一个城市 比如你要呼叫 记事本帮他去开某个档 在这里也OK 怎么做 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这样 Import他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因为我已经指定目录给他了 所以相对路径都在这里 但是在这里没有相对路径 所以变成说 你必须自己再加上路径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主要是这一串 我先把这一串 我刚刚 那你要打的话就是打一个 DIR 这边的话 DIR 然后一样就是把它斜线B到哪里 到 这个我们刚刚的那个目录 就是打DIR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呢 这个方法 执行的话 应该这个地方 RUN 会有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目录的位置 我执行一下看看 我印象中这边好像这样执行的话 他会不知道说你的那个相对的目录位置在哪里 所以执行一下 理论上 可以 可以 我看一下 还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 所以把这个先删掉 先不要让它输出 看一下会不会OK 如果可以的话 那不行 这边会出现这一行 因为本来就有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我这太长了 所以我干脆直接拿这边来 就这一串DIR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你必须要跟他讲什么呢 就是你要DIR的是哪一个目录 到哪一个目录底下的某一个档案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完整的叙述 你不能打这么简单 你必须要把它打成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目录是必须完整路径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之前是放在D叠 我把它换一下 换成这个 然后到哪里呢 到一样的这个底下 没办法 因为它有限制 因为底下有很多的反斜线 所以我前面加一个R就可以了 就不用变两个了 OK 前面加一个小R 前面两个吧 OK 但如果你没有加一个小R的话 你就是自己要两个反斜线就对了 因为是拖曳资源 因为这个资源会被用到 保留的资源不能这样用 我们只要加个小R 意思就是说里面的每一个都自动变成两个了 应该可以知道 DIR 这个路径 而且必须是完整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详细 就是只是说我要输出那个详细的目录到 后面可能还是要跟他讲说到哪里的某个档案 所以DIR.DAG 前面之前是不用打 因为之前是相对路径 自己会帮你加 OK 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也就是IMPORTOS加上 这个OS.SYSTEM 就自动帮我执行了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它就产生 我就不用再去DIR 看一下会不会OK呢 合并完成 没问题 所以等于是 OS.SYSTEM可以这样用 也就是以后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假设我希望在Python里面呼叫记事本的话 如果你不会像这边DOS底下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Node Pen 记事本 Enter 它会叫记事本 如果你假设这个动作在Python你不会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就OK了 有没有 OS.SYSTEM 它也可以呼叫 如果你在Node Pen 后面再加一个哪个档案 它也会自动帮你开那个档案 应该懂我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如说外部开档 不会写 没关系 在这个底下能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把它转移到这边 OK 所以还蛮延伸性还蛮大的 这边 所以这两个部分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把那个我们今天做的第一个半自动 就是还要一半是手动的部分 把它也全部改成全自动 也就是说输出那个用OS.SYSTEM 可以做这个DOS底下的指令输出 但是可能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它的路径变成比较麻烦 你变成要跟他讲DIR 哪一个目录 然后输出的话斜线B 一个大于到哪一个目录底下的 DIR.TST的档案 他就帮你把目录输出了 同样的方法 只要DOS底下能够run的东西 基本上Python也可以做到 那这样的话等于以前像我们以前 习惯用DOS的人 这个是完全很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以前DOS东西我就直接拿来这边 用OS.SYSTEM跑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做很多 另外的话如果呼叫其他的档案的话 其实也可以从这边去传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要外部呼叫某一支城市 他帮你去执行什么东西 在这边也可以run 所以其实 我觉得OS.SYSTEM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蛮多的 OK 试一下